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一集我们继续来了解当年IDF战斗机 就是台湾的自制防御战斗机 它的研发经过 主要的用意是要来理解我们目前正准备要开始的ADF 下一代先进防御战斗机 它的研究计划 首先我要澄清就是有朋友留言 认为我在老调重谈 讲说IDF它的仇宅能力的限制 还有航程的限制这些 其实我是很中性的看待这些事情 从我们这一集大家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最后IDF做出来 有这么多正负两级的评价 其实就我的看法 我认为IDF非常适合台湾 而且也是当年不得不也没有办法 在诸多的国际情势压力之下 最后逼得台湾要进行自制防御战斗机的研发 我们会在这一集里面为大家做一个说明 首先更正一下上一集的表格 在最左边TFE1042 就是F125这个涡轮扇发动机 它的数据里面 感谢频道有朋友指证 原来物质的是没有后燃器的长度跟重量 所以经过查证之后 我把它更新为有后燃器的F125 它的长度跟重量 还有在推重比 在后燃器开启的状况下 它的推重比有达到7.01 基本上是符合第四代战斗机的需求 另外在最右边 有关普惠F100跟GE的F110发动机 因为原来写的型号 我是依照F16出厂的时候采用的发动机 所以原来那一栏写的是普惠F100PW220的发动机 不过跟GE F110129发动机同一时期 其实应该是普惠的229型的发动机 所以在这里也一并做一个调整 另外有关在前一集有提到美国航空产业里面 像GD跟GE这两家公司在我们台湾的翻译 这部分也一并做一个更正 研发F16的是通用动力 就是GD 而制造引擎的是通用电器 台湾比较多翻译成奇异 GE所以这是两家不同的公司 另外一并为大家补充就是 我们现在常说的洛克希德马丁 洛马公司 它是原来的洛克希德公司 它在1993年有收购了通用动力的F16生产部门 而在1995年 它是跟马丁 马瑞塔公司来合并成洛克希德马丁 这部分我上一集有口误 马丁贝克是做弹射椅的那一家英国公司 所以跟马丁 马瑞塔这家公司是不一样的 马丁公司最有名的就是泰坦2洲际弹道飞弹 而且它在1993年先收购了通用动力公司的太空系统部门 最后它又跟洛克希德公司合并 成为现在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在台湾我们都简称洛马 LM 所以在这里先跟大家做一个补充 台湾对美国的军事采购 影响最大的就是雷根政府时期 美国跟中国所签署的817公报 因为美国跟中国签署的三大公报里面 包括上海公报 建交公报 前面这两个公报都没有办法解决 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 所以在当时 中国趁美国 为了想要优先解决苏联的扩张问题 在这压力下 雷根政府就跟中国签了817公报 这个是在1982年8月17日签署的 全名就是 中美就解决美国向台出售武器问题的公告 在这里面有三点 不过在那三点之前有一个前提 就是中国跟美国双方都互相保证 台湾局势应该走向和平解决 所以在这个前提没有成立之前 817公报基本上就不会生效 这也是这几年中国一直跟美国在抗议的 不过中国可能忘了自己讲的前提是和平解决 所以先有和平解决才有817公报里面的这三点 就是美国要对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 做出明确的承诺 里面最重要的三条就是 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 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准 第二是准备逐步减少美国对台湾的武器出售 第三是经过一段时间最终得到解决 这三条对台湾的杀伤力非常大 所以到现在美国对台湾均受最大的障碍 有形跟无形的枷锁就是817公报 就是当美国不愿意卖的时候 就会把817公报拿出来讲 当他愿意卖的时候 817公报就好像不存在一样 所以同时美国雷根政府就对台湾提出了六项保证 虽然六项保证是美国对台湾单方面的澄清 但也表达出 虽然美国已经跟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但是对台湾的承诺不会变 而且在2016年 美国众议院跟参议院通过共同决议案 肯定六项保证跟台湾关系法 都是台美关系的指引方针 也是美国一个政策的基石之一 这个之前我们有介绍过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跟中国的一个中国的原则 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而雷根政府的六项保证 从1982年的817开始的版本 一直到2015年10月28日的决议草案 还有到2016年5月16日众议院通过的决议 经过事后的解密电报 我们知道在1982年的8月17日 当时美国的国务卿 舒芝 他发给AIT 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李杰明的电报里面 就有讲清楚这六项保证 第一个 美国没有同意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 第二就是美国没有同意对台军售的议题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征询意见 第三美国不会在台北跟北京之间担任斡旋的角色 第四美国没有同意修订台湾关系法 第五美国没有改变关于台湾主权的立场 第六美国不会对台施压 要求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谈判 尤其第六点大家就发现 在美国的眼中 台湾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在当时那个环境下 台湾当然是已经预知在未来采购战斗机的 困难度会不断的升高 所以在前一集我们就提到 当时在设计战斗机的时候 只能先设想用J79发动机来进行研发 而当年找的丹尼尔顾问公司 他提出的建议 基本上像左下角这一张也是像F16J79的外形 而在后来的合作期间 丹尼尔公司也提出了许多的构想 最早也是由F104来进行修改 甚至安装两具J79发动机 不过后来延伸出了四种构型 采用了双三角翼的设计 可是在当时台湾仍然没有办法取得J79的技术资料 而且J79发动机它的设计非常的老旧 推重比又比较低 呆重大 所以只适合当作拦截机来使用 这中间台湾也自行摸索了二到三年 而丹尼尔公司也找了很多F104退休的工程师 来协助台湾进行初步的了解 在同时台湾也开始跟盖瑞特公司 来进行研发TF1-1042的发动机 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凝聚出来的那四种构型 其实跟瑞典的J35拦截机长得非常像 就是右下角这张照片 刚好今年是龙年 瑞典的J35龙式战斗机当初设计的时候 主要的任务就是进行紧急起飞跟拦截 在跟丹尼尔公司短暂的六个月的学习期间 也产生了最后的四种构型 还有风动试验模型 还有五份报告 也进行了初步的风动试吹 可是相关的资料仍然非常的不足 也没有办法明确定义未来构型的发展 而在1982年就是民国71年6月 AT-3教练机的衍生型A3雷鸣攻击机出场的典礼上面 当时的参谋总长郝伯春上将就表达了 不计代价全力支持阴阳战机的研发计划 在当时虽然云汉发动机计划已经开始推动 但是郝总长仍然只是要以J79发动机来优先考虑 只是取得发动机的时程比预计慢非常多 一直到了1983年民国72年 才获得美国初步同意愿意出售100具的J79发动机 可是在同时云汉计划也初步设计完成 在取得J79发动机的技术资料以后就发现 它是1950年代的产品 所以它的工作效率非常的低 在未来它的后勤补给也有可能会发生问题 所以就决定放弃J79发动机 而且在同时丹尼尔公司他们第二阶段的审查 在美国国务院并没有获得通过 因为当时丹尼尔公司最后的四种构型中间有两种 尤其是双发动机版 跟当时美国空军正在秘密研发的F117逆中攻击机 非常类似 所以为了避免敏感 美国空军跟国务院都反对 这一个合作案继续推动 同时期台湾空军仍然没有放弃对外采购战斗机的机会 原本美国有可能出售F4幽灵式战斗机 或者透过美国采购以色列的诱师战斗机 或者是同时美国的诺斯洛普公司研发中的F20战斗机 还有通用动力研发的F16-79型 就是采用J79发动机的降级版 这时候由于空军急需要一款新的战斗机服役 所以在蒋经国总统的指示下 准备同时向诺斯洛普跟通用动力各提出150架的订单 以加速泰换现有老旧战斗机的局面 不过这些选项都因为当时的外交环境对台湾非常的不利 所以全部落空 补充一下当时的F20 就是诺斯洛普他原来的F51F的改良型 原先编号为F5G 重新命名之后为F20 改用一具奇异公司的F404发动机 但是在原型机阶段 三架原型机有两架发生坠机意外 而使得各界对于他的态度都趋向保留 另外通用动力的F16-79型 是将原来的F16-AB型改用J79的发动机 另外为了配合J79发动机 所以F16更改了进气道的设计 而且延长了机身 另外通用动力私底下表示 除了推力少一点之外 其余的部分跟F16-AB型并没有什么差别 而F20及F16-79这两个专案的构想 当初是为了避免中国的政治压力 而出的外销次级战斗机专案 当时称为F5X专案 可是由于美国空军并没有采购 所以要采购的国家必须出生产验证费 所以各国都在观望台湾是否采购 也由于有这两种选项 所以当时对外采购战斗机的呼声 是高于国机国造的呼声 不过最后美国迫于817公报 所以这两种战斗机都不愿意出售给台湾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只有台湾自己自力研发 高性能战斗机不然没有别的方式 这个情况跟我们现在要做IDS 自制的潜见 完全是一样的环境 这是台湾不得不要走的一条路 在前面那两个案子被取消之后 导致通用动力跟诺斯洛普 他们的投资无法回收 所以美国政府为了安抚这两家公司 所以让诺斯洛普获得B2逆中轰炸机的合约 另外让通用动力公司来协助台湾研发自制战斗机 而在1982年就是民国71年的7月 原先编号XF-6战斗机的研发计划 就更名为阴阳计划 通用动力在确定F-16-79战斗机无法出售给台湾之后 就跟台湾的国防部接触 表示愿意对外绝对保密的条件下 来协助台湾设计战斗机 主要的原因当时这一项合作案 还没有获得国务院的核准 可是台湾泰湾战斗机的时程已经刻不容缓 必须要立刻找到可以合作的对象 所以才用这种台面下的方式开始进行 所以通用动力就将原来丹尼尔公司最后的那几种构型带回去评估 同时也评估了航发中心当时的能量 包括了解设计单位的能力 实验室的这些设备 团队还有人员的经验 第二还有航发中心的生产能力 包括现场工作人员 机具 厂房 设备 这些条件 最后还试飞了当时航发中心最新的产品 就是AT-3高级教练机 而给予非常好的评价 后续在跟通用动力合作的过程里面 国防部这时候也跟空军进行了作战需求上面的设想 主要是要因应未来中国有可能取得的战斗机的威胁 包括了歼8蚁型 米格23 甚至当时中国正在跟法国谈判 换向2000的交易案 还有美中关系当时属于蜜月期 在第三阶段有可能美国会出售F-16给中国 所以希望在各方面的性能指标都可以超越这四种战斗机 主要的任务以拦截任务为优先 可是又希望兼顾空优以及对地攻击这些多功能的任务 可是这些指标就触碰到美国政府的原则跟底线 首先美国政府认为台湾的自制防御战斗机要以空优防御为主 它的作战航程外挂不得大于F-51战斗机 它的战机性能不可以优于F-16 这是当年通用动力制作的初步设计流程图 经过了这些磨合波折之后 空军这时候也大概知道如何推动它的战斗机研发计划 而当时的航发中心跟中科院 他们也分别组成了相关的子计划 所以整个阴阳计划在后来有更名为安翔计划 就分为四个子计划 第一个子计划就是有关机体的设计 后来就称为阴阳计划 就由航发中心负责跟美国的通用动力公司合作 由华西军将军率队前往德州的沃斯堡 来进行战斗机的设计学习 第二个子计划就是云翰计划 就是航发中心跟美国的盖瑞特公司 来进行TFE-1042的研发工作 第三个计划就是天雷计划 就是由中科院的电子所来进行战斗机的空用雷达的研发计划 第四个子计划就是天翔计划 后来更名为天剑计划 就是由中科院的飞弹所来进行IDF所需要的 短程空对空红外线飞弹的天剑1 还有中程主动雷达导引的空对空飞弹 就是天剑2型飞弹的研发工作 不过从这张图上面就看得出来 一开始研发战斗机定为阴阳计划 结果研发到一半才发现发动机最重要 所以另外成立了云汉计划 可是为了统筹这整个研发工作 所以只好在它上面重新定了一个安详计划 可是因为过去这个研发案一直称为阴阳计划 所以才把主计划后来改成安详计划 这是我事后的推测啦 也不见得正确提供给大家参考 所以从我们这一集的资料的爬书整理 让大家知道这一路走来战斗机的研发 历经了波折 还有国内外局势的变化 而IDF的研发在整个国防自主上面 也是资料最多 也最多人讨论的一个计划 所以我们要分好几集来为大家做一个说明 让大家理解当年为什么会这样子做 也为什么今天台湾的空军有这么多的特殊性 好了我们这一集就先聊到这里 感谢你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